台湾要种出独米 值日可待 中兴大学米强生团队 透过图变库开发 成功改良国内最受欢迎的台庚9号 与栽种面积最广的台南11号 保渊有米质优良 易耕种的特性 还能够对抗水稻常见的白叶枯柄 大幅减少农药的食用 消费者食用也更加安全有保障 白饭热腾腾出炉 整个空间充满着米香 不过这些国饭比起一般的米饭来得更安全 这可是以新大最新品种 新大9号跟11号 两个品种所烹煮而出 农药的用量也大幅减少 海业枯柄是水稻上面是三大病害之一 那我们从一个仙道的品种 IRBB66 然后我们利用分子辅助的回胶育种 杂胶以后 然后利用分子标志去选拔 所以我们导入了五个基因 我们今天推出来的有三个基因或四个基因的 因为三个基因四个基因就已经足够满足现在的抗性了 新大9号是改良国内市场最受欢迎的台根9号 而新大11号是改良全台水稻栽种面积最广的台南11号 而中心大学的米强生团队是历经三年努力 利用图片库的开发才分子抗病育种技术 育成非经营改造的抗病水道 因为要杂交 然后要接病原菌 然后接完病原菌还要去看 我们到底有没有导入我们要的基因 这些基因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表现 那还要接种很多很多的病原菌 来测试这个病原菌 它是有广幅的抗性 它不只是抗一支病原菌 它要抗田里面很可能出现的很多很多支的病原菌 两个新品种除了保留原有米质优良 容易耕种的特性 更成功对抗水稻常见的白叶枯壁 是农业上的一大突破 不过目前的水稻还有两种疾病仍在解决 团队将持续投入研发 让台湾稻米成功走向无毒有机 记者临家话台中采访到